林萌萌,上次你跑步得了倒数第一 谁说我是倒数第一 这次我会拿正式第一名 今天的故事叫做 我也能做到 凯莉,跨了一家 好,开始跑步 大家怎么都跑得这么快 我要加碗劲 我又是第一名 怎么办 我又是倒数第一 好的,今天的第一名是小白兔 所以要把这个奖品送给他 祝贺,祝贺哦 这真是我想要的 好开心呀 果然兔子跑得就是快 哇,好羡慕呀 我也想得第一 我要好好锻炼 下次运动会一定要拿第一名 伙伴们,我今天先回家了 为什么呀 车快来了,我们一起走吧 我才不坐车呢 我要好好锻炼 努力练习才行 今天我跑步回家 再见啦 猫猫,我们一起走啊 干嘛总是跑来跑去 从那以后 猫猫变得特别奇怪 难道是因为跑步得了最后一名 天天都是用跑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终于又到了运动会的日子 准备开始 预备开始 都已经这么努力地练习了 又是倒数第一 猫猫 干嘛哭呀 你不是已经尽力了吗 尽力又能怎样 还不是最后一名 看来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这句话是错的 猫猫 不要哭 你听我说 你之前那么努力地练习 等下长跑 说不定就能得第一名了 相信我 先不要哭了 准备下一场比赛吧 真的吗 那我就努力一下 争取在长跑中取得好成绩 谢谢你小松红 就是嘛 相信我 到了长跑 我们就不一定行了 因为得有像毛毛一样的那里才行 今天运动会长跑项目的第一名就是 朋友们 你们觉得今天的第一名会是谁呢 大家猜一下吧 究竟会不会是毛毛呢 哈哈 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slo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